突发心梗,一瞬间要人命 记住三招可报名 大家好,我是中医华医生 患有脑梗的人呢 像是头上悬着一把剑一样 稍不注意就会落下 从而夺走生命 往往都会成天忧心忡忡 吃不好睡不好觉 但事实上啊,根本不用这么焦虑 根据我数十年做人以来 成功帮助很多摆脱心脑问题的经验啊 咱们心梗病人 只需要居家生活中注意这三点 便可以轻松保命 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一位性理的患者 他大概五十多岁的样子 之前身体一直都非常好 可最近也不知怎么了 经常出现胸闷胸痛的问题 上来那劲儿心脏更是隐痛的要命 还有自习感 就像是谁在掐住脖子一样 不仅需要躺上好一会儿才能缓解 而且哪怕是缓解了 也会出现身体绵软 四肢发沉的问题 于是我本能的查看了他的舌头跟脉膊 发现啊舌头只按有一点 舌胎也比较厚 脉膊也是偏沉发细的状态 便大致推测出 他这很可能是血瘀型心梗 而且呢还有点痰氏内孕的问题 那他的病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还跟他慢病缠身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 我了解到他高血压 糖尿病多年 这都会导致他气血的损伤和筋肉的组织 胸痛粗汗 窒息感 只是前皱 如果不调理还会出现猝死的问题 因此啊 我给他安排了活血区域为主 清热出湿为辅的调理 主要帮助患者把血液化开 将预制的气肌疏充 这样气血便可以正常乳氧心胸 气肌也可以正常升降 那胸闷气短的问题便可以得到改善 再搭配一些清除热毒跟痰灼失灼的调理 让患者的身体阴阳调和 这样他便会感觉浑身有劲 从而进一步缓解病情 患者当时听完我的分析后呢 表示非常认可 随即拿了三月的调理 再来复诊时呢 他明显走路平稳了很多 整个人表现得很轻松 他告诉我 现在不仅喘不上气的问题改善了 成天心脏闷痛的问题也缓解了不少 看到患者改善 我也是非常的欣慰 其实像这样的血液型心梗 在中老年人群体中相当普遍 咱们在临床上只需要多进行活血趋瘀 跟清热出湿的调理 便可以轻松改善问题 那今天之所以把这个病案分享出来 就是要提个性 咱们再碰到类似的问题便可以这么做 当然每个人的体质跟生活习惯不通 如果您正被类似问题困扰 还是要及时就医 以免遗物病情